我只是为了试图要去证明 我 小时候我的成长我这个人 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我不是不被爱的 我是被爱的 所以我常常告诉你说 我怎么样都相信我爸爸是爱我 只是他只能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爱我 听到这边我都要点人力了 哈哈哈哈哈哈 等一下等一下 哇这个这个 oh my god 我们今天到底进入一个什么什么局面的 这是 那么 有需要为了一个podcast搞成这样吗 所以我就说干嘛赶快结束 不要一直问 他像你结束但又舍不得结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快了你还要不要再套酒啊 你觉得是不是还想 哈哈哈哈 哎呀这个 有没有 哦哟这个后座力好强 对 你这样 这一集我自己可以剪吗 哈哈哈 我的欢迎 不是 我是怕你从第一秒钟就把它全部都 说这一集 不要对 有可能 啊 太硬了 太硬了 有没有 只能喝酒的图书馆 一个出租成见 探索未知的地方 大家好 我是ank 大家好 我是婷婷 感觉应该要来一点 振奋的开场 你先振奋你自己吧你 哈哈哈 啊忙了一个礼拜 又到了我们入这个只能喝酒图书馆的时候 你少在那边给我假掰 真的 这礼拜还忙 今天要聊点什么 聊一个 我自己 找不到答案的问题 OK那是什么 就是 题目叫做我无法 无法 面对自己的卑微 无法面对自己的卑微 对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 会感受到这样的 的感受呢 你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感受到这个 这个感受其实是在 有可能他很早之前 就有有过 嗯 可是可能他没有那么的 鲜明 没有那么明显 对没有那么鲜明 可是 我在纽约的时候 感受的比较深刻 OK 就是我在韩国的菜市场打工 嗯哼 因为我在做一个很基层的工作 我在纽约住的地方其实是Lower East Side 他其实是 就是下东城 下东城啊 对 就你也知道他们那个房子也没有说 都是50年以上起跳的 那并不是 哇看起来好像啊就就 很很干净啊还是什么 没有纽约老鼠一堆蟑螂老鼠 有没有 那我就是我带着那个菜市场的环境 就是脏啦 脏乱脏乱 就是非常脏乱 我也不是说在那个很脏乱的地方工作 很 卑微我好像也不是这个心情 就是我在我刚开始在那边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我好像还好 一到吃饭时间我就开始觉得我卑微了 就是我要拿着便当然后 站在满是 辅菜 辅肉的地方 因为你知道菜市场会有很多淘汰的东西 对对对 很多烂掉的叶子 对然后就是很多辅菜辅肉的地方 然后在那边 有很多的苍蝇 然后你一边吃饭一边赶苍蝇 一边吃饭一边赶苍蝇 然后你的鼻子又嗅到那个辅菜辅肉的味道 是 有一个特殊的气味了基本上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因为这样而感觉到卑微 嗯我不知道 有时候我觉得是不是 或许是人在异乡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到卑微吧 我觉得就是当你 资深在外 孤苦无依 又不是带了大把的钱去国外念书 又没有什么亲人朋友 在那里我觉得这个多少 其实在性感上面相对是会比较 脆弱 那你可能做的又是基层的工作 呃 但我觉得其实通常 人真正感觉到自己卑微的时候 大部分时间是因为 之前过太苦 而不是当下 在做那件事情特别苦 而是之前太过太苦了 累积的太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宣泄 而在 某一刻宣泄出来 但其实 那一刻真的有时候不是 实际的重点 我的感觉是这样 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不是 我前面过的太苦啊 我没有办法接受我自己的事 我为什么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卑微 这个有点像是 就是说 我其实在纽约的这一段 经历我其实从来没有给你提过 那因为我对于我自己没有办法去接受 或者是面对自己的卑微这件事情 我感到 羞愧 我觉得有一点是这个 就是说 我以私底下我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其实 还蛮常在想这件事情的 偶尔我其实是责备我自己的 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卑微 偶尔 我其实是 怎么说呢 就是 我觉得我自己很没有用 嗯 为什么我没有办法 就没用到我没办法接受自己的卑微 嗯 就是我很生气这件事情 嗯 如果有点像是在弃自己不够 坚强吗 不够坚强吗 还是弃自己不够 踏实呢 哦 是这两个字吗 那我在试着 描述这个东西 因为我不晓得那是什么 那我在我在 我觉得 这个有点接近 就是弃自己不够踏实 嗯 就是说假设你是 出身卑微 但你也接受他 那你想尽办法 力争上游的话 那 他本身并不构成 特别大的问题 但我出身其实没有那么多么的富贵 对 我出身是很卑微的啊 对 我跟你说 我应该是说 有可能是我以为 我自己 其实是可以面对得了这份卑微的 因为我并不是 很 服输的一个人 不是 我又不是很 很富裕的家庭的一个小孩 苦 我也不是少吃什么 然后 你去想 我们住的环境 我们每天 一天到晚在搬家 住的环境根本就没有很好啊 生活的环境也没有很好啊 所以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应该是很 很容易的 就是面对卑微这件事情应该是很容易的 嗯并不是不习惯或者是对 我并不是从不熟悉 我并不是很高然后掉下来的 从很有钱的家里面然后忽然被 被要求去对啊 打工 我都不是大小姐 觉得自己也可怜 不是 对不对 不是 所以那是一个什么样的 感觉呢 就是感受自己卑微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觉得我当时觉得 自己 很丢脸 丢脸然后我知道丢脸对这个我懂 然后很 我觉得有时候这种东西加租的 就是说可能我我的身边有朋友知道 我在那边打工 然后 我就觉得他们用一种 很 悲鸣的眼神在看着你 你自己不觉得可怜 对我自己可能不觉得可怜 他们这样看我我都觉得可怜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这真的是我们 之前有一集讲的这个他人及地狱 对 就你自己本来都没 没觉得那么可怜 就被人家弄一下 就你觉得我是不是真的很可怜 真的 真的 所以所以你知道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这种眼神 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有这种歧视 你知道吗 到最后你可能都会因为这样子的眼神而 觉得 这么可怜其实蛮可恶的 或者是 非常厌恶自己这么的可怜 对啊 我当时的有一个心情是觉得很丢脸 对 然后我那时候在吃饭的时候 觉得自己很委屈 可是 我也不是没有蹲在那种垃圾桶旁边吃过饭 以前在餐厅打工的时候有时候你知道在餐厅里面吃饭 你不是好好的坐在人家的那种跟客人一样这样坐着吃饭 不是你是在厨房里面然后蹲在那个 那个什么 安全口 有没有 然后那边不是有楼梯吗 然后你就 就 一群人就坐在那边吃饭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很大垃圾桶这样 我也不是没有这样过啊 对啊所以 这回到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通常什么事情会让你感觉到丢脸 不知道我已经很久没有觉得丢脸 哈哈哈 脸皮好像练的越来越好 我这问题我无法回答哎 最近都没有觉得感到丢脸的事情吗 没有我连没穿内衣书门我都没有觉得丢脸 我觉得好像还有 就 不知道哎 对啊这个我觉得这个 要解答这样的问题 你必须要去理解说到底什么事情是对你来说是丢脸 我不知道哎我已经很久没有觉得丢脸了哎 啊所以这个事情会让你感受到丢脸 这个是一个很很奇妙的事情 对啊 啊 可是 就是他有一种很优维的感受在里面 我就觉得好像 我的自尊心有点太高了 自尊心太高导致我无法 踏实 那 我如果把踏实跟自尊心分开 他好像没有什么相关联性吗 对不对 所以你自尊自尊心高没关系啊 可是你要踏实啊 对对不对 那是没有关系 对啊 可是你要踏实啊 可是我就我就把它 合在一起了 我的自尊心高到 我已经不踏实了 嗯 嗯 嗯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就是 高到啊 哈哈哈 不踏实 对没有办法 很踏实的在 做 一些 比如说很基层的工作的时候 对就很 任分的做你的 对 该做的事情 对 呃 所以我 很 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我 我很讨厌这个自己 你叫挪里斯吗 理解理解 知厌恶啊 我觉得那个 我现在讲出来我都觉得 干 我就很想 坐那个时空机穿越回去把那时候 自己杀了 杀了 那个是一种 害怕别人瞧不起你的 的问题吗 对 或是因为 一直都被人家瞧不起 所以你会特别厌恶 或是害怕 被别人瞧不起这件事情 或是其实 别人也没有真的瞧不起你 但是你就 自己告诉自己不能被瞧不起 我是在想说 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我当时的 价值观其实是有些扭曲的 或是当时其实你是很自卑 呃 自卑这件事情好像那个时候没有解决吗 所以是肯定的 但是我觉得 这个无关乎我是不是自卑 我觉得我 比较 重要的一个东西应该是我当时的价值观 其实是扭曲的 哦怎么说呢 因为那个时候 我 呃 交的一群朋友 嗯 他们其实都是光鲜亮丽的 嗯因为他们可能职业都是model 或是 呃 不知道 混得还不错的啊 感觉那个时候年轻他们就混得还不错了这样 然后每天都是漂漂亮亮的 然后 就就是出门也就是去玩 喝茶 什么什么类似这样子 吃喝玩乐 对吃喝玩乐这样 那我觉得那一阵子我觉得我的价值观其实是扭曲的 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 这种状态就是说 呃 我好像我觉得我那一阵子有些爱慕虚荣了 嗯哼嗯哼哇 哈哈 呵呵呵 那自己能够 讲出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 哈哈哈知道自己的 哇这很撕裂 等一下 然后 我觉得我也 嗯 嗯 就是那个浩强我不知道怎么说哎就是 等一下 我干嘛开这个话题 今天今天是属于这个告解式 没有因为我从来没有 我从来没有 我从来没有这样过 我说这样的意思是说 我通常呢 都是会想清楚了 我面对完了 然后我再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讲出来给大家 对然后 我在跟你分享的时候呢 我就没事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面对过一遍呢 是是 然后我也我很诚实的在面对我自己 我都已经敢对我诚实了以后 我对任何一个人诚实对我来讲我没差 嗯嗯嗯 对啊 懂懂 对 可是因为这个东西我没有 我没有诚实过 哈哈哈哈 有点困难 等一下 好了今天 大家可以即将看到一个非常诚实的婷婷 因为她最真实的一个面向 哇这还留得下去吗这个 哇这很困难耶 我刚讲到哪 就是 就是很 好啦好啦 啊什么 啊 哈哈哈哈哈哈 什么什么什么 你再去套一杯吗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应该我也没有办法 去面对过去那个很爱慕虚荣的自己 嗯 我觉得啦 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直面的去 接受说 诶我可以接受过去那个卑微 或者是 原谅自己 过去某一些时刻 没有办法去 接受 卑微的自己 就是 这个部分有点困难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 我不知道诶是因为浩强 所以不敢去面对 还是 我也不知道诶 不晓得 浩强吗 我是不是有跟你提过一件事情就是之前 我妈妈 去 槟榔摊工作 嗯然后被那个老板娘欺负 然后我跑去 翻桌 对差点 打那个老板娘 不是因为差差点打到那个老板娘 对 对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当时的那个很大股的愤怒啊 除了一部分是那个 槟榔摊的老板娘欺负我妈妈 嗯 之外 这当然需要愤怒 这个是很需要愤怒的嘛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种愤怒是夹杂在一起的 因为当时我爸爸是去 他已经被抓 疫情专案被抓进去了吗 他在监狱里头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家那个时候就 变得更辛苦 嗯哼 只有我妈妈在赚钱 那个时候你几岁 19 19 所以只有我妈妈在赚钱 那他就已经很辛苦 那因为他也没有 很高的学历 他能做的工作其实也已经很少了 他就只能去做 这种 比较苦 比较 怎么说 劳力的钱 那我都一直知道说我妈妈 很辛苦 你知道有的时候是你没有想去听你妈妈的辛苦 譬如说 他在夜市摆摊 譬如说 哇 等一下 等一下 快了快了快了 譬如说 他 呃 那个时候是在 松山区 有一家 卖海产的 海产店 大家都经营晚上 然后生意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 他就在那边上班 他等于是 都上夜班 你听到这你不会觉得辛苦 可是 我有一次就听到说 他 因为 他们生意都很好 所以他一直走 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他觉得他的脚真的是快要断掉了 所以他说他都没有得休息 然后呢他就偷偷跑去厕所 蹲在那边 休息 因为他实在是太累了 累到快昏倒了这样 那你知道我脑袋那个画面就出来了 然后我就我就觉得我妈妈 很 很 很卑微的在面对他的生活 你知道 当我去面对我妈妈很卑微的在 维持跟面对这个生活的时候 我内心里面已经是心疼 那个心疼已经是累积很久 可是 我那个时候又很小 那 你根本就做不了什么 一直到19岁的时候 他在冰榔摊工作 我觉得那个愤怒跟 面对妈妈 的卑微 这件事情可能 愤怒又加急了 然后一直到纽约去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直接就炸开来了 对我来讲 就是面对卑微这件事情 无论是我的 或者是我妈妈的 而我就是不懂 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去面对我的家人的卑微 跟我自己的卑微 你懂吗 我终于讲完了 卑微 卑微 我自己拿 诶你去哪里变出来 那边有卑微 卑微 卑微 这个很难 不是你可以理解我 我讲的东西吗 我可以我可以我正在消化 对 然后我就一直在其实我很长时间在思考这件事情 因为我其实是 我很不喜欢我自己没有办法去接受 卑微 尤其是我自己跟我的家人 我没有 我很生气这件事情就是 所以你不够坚强 你还是不够坚强到去面对这个很脆弱的这块 如果其实是长时间很责备我自己的 在这件事情上 那为什么要坚强 因为我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任何的生命在这个 世界上的存在其实都是很卑微 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期许 对但是 呀 你可以这样你可以这样讲啊 所以 对其实 这样子的 东西其实应该说这样的情绪或者是这样子的 反应在某个程度上是你可以说他是 因为你对自己有期许 但你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东西 要怎么说呢 让我想一下 这是不是很困难这个很困难这个他是很优维的一个 细节 对啊我我跟你讲我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 我参透不了这件事情 哈哈哈哈哈 我真的没有办法哎 而且我就一直在想说那个价值观的扭曲啊 是不是 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 矫正回来 但我觉得 你可不可以在某 就是可不可以用 某个程度上来讲你可不可以说他是一种 自卑的感受呢 我想一下哦 自卑是这一块吗我想一下 就是我没想过 就是你对于你的 原生家庭的 出生 嗯 的富裕程度 或是你自己小时候的 跟你身旁的人比较起来 嗯 的那种 呃遭遇 嗯并没有办法让你 是非常有自信的去面对 这个世界一切的挑战 我我觉得这一块的你说自卑吗 是 ok 应该是说 我对于自己的家庭的自卑 其实 现在浓度没有那么浓 那是现在啊 但在当时 当时 你十八十有岁的时候 其实很年轻的时候 没有当时也没那么浓 哦 我当时也没那么浓的自卑感 我觉得我最多最多的自卑都是我自己 嗯 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别人聪明 ok 那 或者是说我觉得我的能力没有比别人还要强 嗯哼 所以我觉得我的自卑啊一直到现在啊 就是我的那个自卑 比较多是在自己的能力上面 比较少是因为我的家很穷 呃我的家很什么什么 我这个部分我比较少 但但那个会不会只是你 十分的好强 而去 告诉你自己其实你的自卑 与你的家庭 无关 无关 而其实你在心里深处的某一块 还是 对于 呃 这样的出生有所怨对 我从来没有对我的出生 我跟你讲 我的自卑如果我对我的家庭有怨对 就是在我的自卑上面我对家庭有怨对 我觉得我最多最多的怨对 一直都是我妈妈给予我的爱太少 啊 给予我的关注太少 因为我曾经跟你说过说我小时候 其实 我其实是 怎么说我很 我觉得那个很依赖妈妈这个东西好像 在小时候是很正常的事情 是任何的小孩都是 对啊我看到我女儿去上学的时候 一直哭巴着我的腿 不放的那种 我小时候就长这样 所以我是不是跟你讲说我说其实 我给老大的那个安全感 他 如果在我身上能够索取 弥补 就填补他那一份莫名的安全感能够填补的 我都会给他 那个是因为我知道我小时候就是这样 我没有需要我妈妈为我做什么 多了不起的送我去上很好的学校 因为你也不懂啊 对 但是 你也不懂什么是好学校我不懂什么是好学校可是我 知道一件事情是 我需要我妈妈拥抱我 我需要我妈妈亲吻我 我需要我妈妈 赞美我 嗯 就是我需要我妈妈疼我 可是其实 我其实是比较少得到这一块 所以 对其实换一个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 说到这里我其实就听到 啊 问题的根源所在啊 什么 就是你觉得你是不被疼爱的小孩 对所以我会自卑吗 是 对你的你的自卑的来源其实是 不被疼爱 是啊 并不是 出生低啊 也不是 是 也不是说 呃 环境不好 或者是 从来都不是 真的不是 其实那个来源听起来像是 不被疼爱 对 而造成的 自卑感 对 但是 我现在的重点不在于我没有办法面对我的自卑 因为自卑这一块我懂 那 我知道我要填补的是哪一块 嗯哼 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不够聪明 我自己觉得我能力不够好 对 以及 我知道 因为我知道他的来源在哪里 那 我就会把他放了 放了以后我会把他 力气放在其他的地方 OK 可是我现在的 我今天在这个 话题的重点是 我很生气我自己为什么没有办法去接受我自己的卑微 嗯 这个是 浩强 跟自尊心太高 我不知道就是我现在唯一对他的解读 是这个 可是我看不懂一件事情是我 浩强 我知道我浩强 可是自尊心有高到这种程度吗 我无法去 面对跟接受自己跟家人的卑微 不 自尊心对我来说其实 自尊心大部分的时间其实他代表其实就是自卑 是 自尊心很高跟自卑其实通常是一体的两面 很多时候你OK 自卑的时候 你会表现出来的其实是自尊心很高很骄傲 可是我并没有去自卑于我自己的家庭出身啊 那我自卑的是哪一块现在 就是没有受到疼爱的这块啊 没有受到疼爱就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卑微吗 因为你 或许啦我不晓得因为 或许他的解读可以是 因为你的 没有受到疼爱这件事情 导致你的自卑感的来源是没有受到疼爱 所以你在面对 当你到外外面的环境去 的时候他遇到不好的环境的时候 特别容易脆弱 特别容易脆弱或者是 因为没有人关心你 是 就是如果你小时候是没有受到关 足够的得到足够的关爱的时候 当你在一个 你就想你出国到了国外 孤身一人 没有什么朋友没有什么 家人 关心你 你又 到了一个 看似很 不怎么样的环境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的 不管是孤独感也好 或是脆弱感也好 都会相对的比较高 但如果你那时候是感觉到你是被爱的时候 其实你就不会感受到这么脆弱 或者是这么的卑微 我觉得有可能 对啊我觉得因为我曾经有想过一件事情 就是说假设那个时候 我的朋友不是用一种很悲悲悯的眼神看我 而是 可能 可能啦 我只是这样说 我只是这样说 好有趣的是 类似这种可以他可以 我知道他在关心我 可是 他用另外一种方式陪伴我 或许 我可能就没有 那么觉得自己卑微 因为在我就说在台湾我也曾经在 餐厅 我觉得 你知道那因为那个时候旁边很多跟你 同那是同侪 就是你的同学也跟你一起 然后你们就一起在那边吃饭 蹲在垃圾桶旁边吃饭 然后嬉笑 嬉嬉嬉嬉嬉嬉哈哈的 然后大家就很开心 你并不会觉得那个日子是苦的 是是 就是你会觉得那个日子其实是开心的 即便好像那个环境不是那么的好 但是你还是会觉得是开心的 对不对 因为 应该是像我刚想到一个东西就是说 哇 所以去去解决这个东西好像很容易耶 哈哈哈看起来 没有他说穿了 说穿了其实他是 天哪 到我刚到要难过什么哈哈哈 没有有时候 有时候我觉得人就是会容易卡在一个 一个东西里面 但是 因为他是很抽象的事情 对 他不是一个用很理性的角度可以去 有时候有时候用理性分析反而 分析不出来 这样的东西但我我刚想到一件事情是说 其实我们 人在大多数的时间都需要受到关注 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平视的关注 对就是 他关注的眼神是跟你同样一个高度 看着你 然后你有感受到这个关注我觉得就很棒 但如果这个关注是由 上到下 或是由下到上的时候那个反而有时候 并没有办法带给你足够的 我懂了我觉得同这个东西应该就是说我懂就是那个东西可不可以讲说 同情跟同理 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 我们需要是同理啊 而不是同情 就是同情这个东西有可能某种时刻其实会伤了别人的 但是假设同理 其实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 对我们我们我们 就是人人真的是需要在这个世界上 基本上大家都是很孤独的 嗯我们我们很需要 希望人家大家 人家可以理解我们 不管我们在 沟通的过程或者什么 都是希望 其他人可以理解我们不管是我们的父母也好 或是我们的朋友也好 或是我们身边的另外一半 可以理解我们 但是我们需要的理解真的不是同情 对需要的理解是 真的就是理解而已 那是一种 对等的 平等的 视角的关注 你就我现在是不是袭击而泣 我从一种 哈哈哈哈 我哭屁哦 今天的人生告解是算是有 哈哈 顺利 ok 我跟你讲 可是我面对这个东西十年哎我居然 我居然无法面对 十十几年了 我觉得人都有盲点 诡异爆了 我觉得人都有盲点 那这个盲点有时候 自己无法解决的时候就是要找到对的人 跟他聊天 我刚一度觉得你不是对的人 哈哈哈 那我长得这么像神父 你应该觉得我是对的人 屁屁啊 屁屁啊 哈哈哈 这样怎么样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笑死我了 怎么了 没有我觉得这个对话很好啊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对话很不错 哦可是我现在很想哭 我们赶快结束哦 就就不管怎么样他似乎是 理清了一个多年未解的悬案 或是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那蛮 蛮棒的 多年 等一下不是 我一直很想哭 不知道为什么你赶快结束啦 哈哈哈 我不能这样轻易的放过你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很想掉眼泪 对鬼一爆了到底哭屁啊 哈哈哈 你为什么想哭 我不知道啊 你我想你不要再 硬凿这件事情 他妈在硬凿个屁啊 你知道我们 都是 新闻系都是嗜学的 哈哈哈 我不是什么名人 你不用这样采访我 没有我们要把这个市井小民都一定要踩到一个极限 我想那个心情有点像说就是 我刚一直在想说 如果我无法面对的那份卑微 只是我当时需要一份同力啊 如果是这样 我是不是也太弱了 会不会 哈哈哈 会不会 我觉得啊 其实说穿的 我自己的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人 每一个人啊其实都是脆弱的 只是看他脆弱 的点是在哪里而已 但是每个人都有脆弱的点 那 你不可能 很多很强悍的人其实他都有他 很脆弱的那一面 没有一个人是 穿的那个金钟罩铁布衫 感觉他行走江湖都不会遇到问题 所以 我不觉得说 你有脆弱的点就是表示你很弱 而是表示你其实还是像个人 当你是百毒不清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 某程度上已经丧失了很多 人性面的东西 这个部分我觉得我好像有点麻了 就是说 我从小到大都告诉自己 你要很强 你要很坚强 所以 其实 某种程度上啊 我不太允许自己脆弱 不是我 我不是我会不会脆弱 我有没有脆弱 脆弱是不是人的本质 应该是说 即便脆弱是人的本质 我可能都不允许自己脆弱 是 但其实这是不健康的 你去想一件事情 小孩生出来第一件事是什么 哭 就是哭啊 哪有小孩不哭的 如果生出来这个小孩都不哭 你觉得这你需不需要担心 你是不是生出了一个魔鬼 不哭的小孩才是最恐怖的好不好 如果小孩遇到任何的挫折 他都不哭 哇靠 那个很可怕 你知道 我觉得 如果啊有很多的负面情绪 是我没有办法去面对的 或者是我到这么大了 我还在解决我自己的负面情绪 有某种程度上我觉得 那是因为我不容许自己脆弱 就是在这个部分上面 故作坚强 应该是说 在这个部分上面 跟故作坚强 没有太大的关联性 应该是说 我不允许自己脆弱 所以当我在看到我自己很弱的部分的时候 我会感到 愤怒 但你不允许你脆弱的源头 因为 我觉得 为什么你会不允许自己脆弱 为什么其他人可以脆弱你不能脆弱 因为我脆弱的时候真的好废哦 那为什么你 然后 废到 我 我废到啊 我其实是已经把所有的 人啊 事啊 物啊 我全丢了 所以我脆弱到我是可以随时 我想要结束我的生命我就结束了 嗯 那我之前我跟你说过吗 就是说 我 当我很想死的时候 哇塞 等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哇 这个今天也对话好哈扣 哈哈哈 真的 你这一集本来不是只是想要聊一些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吗 怎么会变这样 我觉得我很想死的时候是我大我最脆弱的时候嗯哼 那你知道我那个都是关起门来的脆弱 就是 没人能够走进我的这个世界里头 嗯 所以我真的要去死的时候是没人会知道的 我走出去了没有人知道我当时 病有多重 嗯 因为我看起来就是好好一个人 嗯 可是我回到家的时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处在什么状态 我说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吓了一跳 那哈原来你那个时候是这样 要吗 那 呃 怎么说呢 就是 有可能是我是长女 所以 总觉得说自己身上的责任会 比较多一点 因为是家里的老大 然后 你会觉得说 你不能什么东西都丢着了 因为丢着 他们也就就完蛋了 就是你知道那个莫名的 身为长女的莫名的责任感就会在你身上 所以一路上你就会不允许自己脆弱 因为你就在很小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自己 你要自己出来 替爸爸擦屁股 因为弟弟还还比你还小嘛 嗯 对不对 你知道我第一次签搜手票是16岁耶 嗯嗯嗯 我不是跟你说过 有 我16岁的时候 哈哈 警察按门铃 按了10分钟 没有人去开门 因为一个在听音乐 一个在讲电话 没有人听到那个电铃声 后来是我弟听到那个电铃声之后 跑出去 开门 就我就听到脚步声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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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笑 我想说 诶 sundう 我就跟我同一cents 等一下等一下 挂掉挂掉 然后才走出去看 一看 有五六支枪指着我弟的头 重点是他们都穿便衣 你怎么会知道他是谁 到底是警察还是 还是流氓 啊因为警察跟流氓 就看起来就差不多 有时候看起来蛮像的 对啊 然后 你知道 没有没有 我们对警察没有什么 其实不好意思 对对 有时候 他不是工作需求 对对对 需要那个 对啊 因为他也需要跟兄弟拨弱 对对 有时候 对 那就会有那个口味啊 对 反正他就穿便衣 你不知道他是谁啊 就迎面走来就有一个人 港片 掏出一个搜索票 你跟他讲说 你爸爸犯了犯了什么什么 罪我要来搜索你们家 这样 然后就把我们家犯了乱七八糟 结果 那一张搜索票 满18岁才可以签 结果那个警察旁边讲说 我家啊 他到现在他最大 他就是爱签吗 那我就签那个搜索票 那时候你几岁 就16 就高一啊 哈哈 就高一啊 oh my god 没有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面对什么爸爸外遇 然后妈妈知道这些事情 反正有的没的一堆都是我要出来擦屁股吗 你明白了吗 就是我就说 有时候长女 那个 就你会 莫名的在身上 多担了那几分的责任 你知道那个很莫名的在你很小的时候就扛起来了 嗯 其实那个重担根本就是把你压垮了 嗯 然后把你压到歪七扭八的 什么都不是 你知道你那个整个的那个价值观也是会扭曲的哎 我知道 你该扛的不该扛的你都扛了 关你什么事到底你是扛得住吗 哈哈哈哈 所以你知道那个扭曲感吗 嗯 我我今天有有一个新的体悟啊 人生我听你讲完这样的故事 嗯 就我有一个新的体悟 就是说 不是你是第一次听我讲这个故事吗 我不是第一次 但我今天听完你讲 所有你的 心路历程 心路历程之后 我有一个新的体悟 就是 这个世界上最 坚强的人 嗯 是因为他体认到什么是脆弱 嗯 而这个世界上最脆弱的人是他 领会过什么叫做坚强 嗯 为什么 为什么连你讲这句话我都想哭 什么猫靠腰 其实你现在看起来很坚强的人 都是因为他们曾经体会过最脆弱的时候 嗯 嗯同意 对你现在看到很脆弱的时候 嗯都是他曾经体会过什么叫做坚强 但是他最后只是 可能就是 承受不住 哦明白 嗯 现在看到坚强的人 其实他 体会过什么叫做超级脆弱 但是他挺过来了 所以他可以坚强 明白 对 之类的 对我今天我今天的今天的新的体悟 纳入我的干话大权之中 好那我们赶快我们可以结束这一集 好那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 好烦哦 到底要问什么 就 这一集有重点吗 我现在想问 有啊 我刚刚不是讲了一个重点吗 我不知道 我是重 我现在 头很茫 快一点 我头有点茫茫的 对你来说 OK 我的问题是 对你来说 什么叫做坚强 哦 对我来说什么叫做坚强 这我要想一下 对我来说什么叫做坚强 不知道 我觉得我的坚强是很盲目的 说真的 就是 我觉得我 其实是一个 就一路上过来 在很多的时刻 其实真的是硬挺着 那 嗯 应该是说 我从来没有去检讨过我自己的脆弱 因为我不敢去面对这件事情 可是我有去检讨过我的坚强的方式 跟姿态 就是我不太喜欢我一路上坚强的姿态 OK 所以你问我什么是坚强 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回答你 但是我我只知道说 我一直以来都不是很满意我自己坚强的姿态 OKOK 理解理解 这样子会不会非常的 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不会啊不会啊不会啊 这没有这是你的你的解读啊 我觉得这个这个他是很有 很有意思的就是因为每个人对这个东西的解读 不一样或许你还在 在蝉透 这这间 这个这个 事件的 人事件道理的路上 对你来说什么是坚强 如果是你的话 不是你是个坚强的人吗 我觉得 我是不是坚强的不在今日的讨论的范围之内 哎哟 哎哟 因为我像是巧妙的闪过了哟 我像是你没有办法去面对你自己的坚强 哈哈哈 本来应该是说 我觉得我先讲我的定义啦 我先讲我的定义啦 然后之后再讨论我是不是坚强的人 好不好 就 就是对我来说所谓的坚强 就是明知道自己脆弱 但还是很勇敢的去面对 哦 OK 这叫做所谓的坚强 很勇敢的去面对脆弱吗 对 很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的脆弱 这个叫做坚强 OK 对我来说啦 这我今天 今天的感受就是我我聊完这一整集之后 我我的我的summary是这样 好 好我们可以结束了 好想哭 等一下不行哦 我整集都一直这样 哎呀我怎么也很烦 没有就是要一直弄你啊 刚快 不是那真的很烦 好没 你还有问题要问吧 没有因为或许我是 或许我是很脆弱的人 所以你没有面对坚强的问题 所以我没有表现出 我的坚强 哈什么意思 对不对 应该是说 或许我不是那么勇敢的人 啊OK 所以我觉得这个关键不是脆弱也不是坚强 OK 关键是勇敢 那你觉得 或许你不是一个勇敢的人 或许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 所以我没有办法面对我的脆弱 哦 OK 但你从来没有去想过你自己的脆弱 没有 因为我的记性不好 所以我大部分时间把所有脆弱的事情 就直接 抛诸脑后 不想要 正面对决 OK 所以你你没有 你没有记得你任何一丝一一一毫 就是一时一刻的脆弱的时刻 没有 没有 我没有 应该说我我不是没有记得 可能 有记得但我没有想要 去认真的去思考这件事情 所以我选择跳过篮过 哦 或许是我没有勇气 或者是我没有记性不好 这都有可能 或许我的记性不好是因为我没有勇气 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 或许我是没有 足够的勇气去 面对我自己的脆弱 OK 我我有我有常常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可以去面对 过去有很多丑陋的难堪的自己 荒唐的什么的都有 其实我这些东西我其实都可以面对的 因为我的荒唐也是因为脆弱 所以我荒唐 嗯嗯对 相信我相信 肯定是的 但是我其实是可以去面对这个时候的自己 我知道那是什么 但是我有发现我的软肋在哪里 就是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 面对 我家人 我家人给予我的爱 有多或少 的这件事情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一直是我很大的一个 软肋 我 我不知道要怎么去 说这件事情就是 我礼拜天 以前礼拜天都会有那种焦虑感 嗯 的时候 为什么对于婚姻是没有安全感的 我前几集提过这件事情 就是我看到的是什么 但是你知道 Family Day 对我来讲 礼拜天就是那样 就是 你知道那个 爱 总是在别人家看起来是浓的 可是 就是在我们家 我不在乎有多辛苦 说真的 就是跟着我爸爸妈妈 嗯 搬了很多次的家 吃了很多的苦 这些东西 我其实并不是 我并不 我 那么 那么小 你其实根本就不会明白 但是你知道 你最在意的都会是你的父母 给予你的陪伴 爱 跟那个关心 我最记得有一件事情是 我当时是在家里面 我在很大声的朗诵英文 我那时候其实小时候 我就像跟我小女儿一样 我对英文其实是很有兴趣的 然后 我就很大声的在念英文 我妈妈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你很吵耶 你不要再念了好不好 到旁边去啦 你知道我从此以后 没有再念过一次 那我知道那个时候 他因为家里面的状况 而感到心烦 所以他会觉得 我不想听 到这么多的东西 这样 可是那一句话 我一直记在心里面 你知道那个就是我 可能我不想要努力了 我不觉得我念书念的多好 我的父母会开心 对他们来讲一点都不重要 这些东西都是我责备我自己的 等一下 我怎么觉得这个 这些东西 哈哈哈 我觉得这个都是我责备我自己的因啊 应该是说 我为什么要因为这些事情 然后我 不 努力了 你懂我意思吗 就这样 就是 等一下 哎呦 我为什么要开这个话题 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 是我不够 是我不够好 我觉得我就 我就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也是 我很不喜欢 我自己 因为这样而不努力了 但是我也很怨恨我妈妈为什么那时候跟我讲那句话 会让我的那个 整个的那个价值观其实是 非常的扭曲的 就是我我常在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人 为什么人没有办法接受不完美的自己 为什么我们不能承认我就是很懒惰的一个人 为什么我不 我不能就承认我的脆弱 为什么我不能承认我的 虚荣 我觉得 在这件事情上面这个就有一点是 掺杂在一起了 他不是说你不 我不 我不觉得说我不能够去面对自己的不完美 我也不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去面对自己的脆弱 我刚刚讲的东西其实是我一直没有办法去面对是那一份软肋 那个软肋其实是家人给予的爱 这件事情 我常常 你知道我以前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其实曾经 讲过一句话就是我这一生 我唯一想做的一件事情 是找出这个世间 爱的证明 对我来说 我要证明爱是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 为什么我要证明这件事情 我其实不是要证明 你知道广大世间的这种爱不是 我只是为了试图要去证明 我 小时候我的成长我这个人 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我不是不被爱的 我是被爱的 所以我常常告诉你说 我怎么样都相信我爸爸是爱我的 嗯 就是他只能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爱我 哇听到这边我都要掉眼泪了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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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卫生纸 哈哈哈哈 等一下等一下 哇这个这个 oh my god 我们今天到底进入一个什么什么局面了 这是 那吗 有需要有需要为了一个podcast搞成这样吗 所以我就说 干嘛 赶快结束 不要一直问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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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他想结束在一个舍不得的结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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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快来让你还要不要再套酒啊 哈哈哈 你觉得是不是还想对 哈哈哈 哎呦这个 哎呦 哎呦这个后座力好强 对 妈呀 那你这样哎这一集我自己可以剪吗 哈哈哈 我的怀疑 不是 我是怕你从第一秒钟就把它全部都 我说这些不能上 不能上 哈哈哈 有可能 啊 shit 太太硬了太硬了 有没有 而且你这样可以明白我刚刚讲的意思吗 太硬了 所以这个其实 说穿了你其实就是在寻找那个证明 是 对啊 我跟你讲 我就我就跟你说过 我说 我这一辈子都在寻找这个证明啊 我之前不是跟你 有一集是人为什么要结婚吗 那一集 那一集我就已经说过了 就是说 我这一辈子我都会相信我爸爸他是爱我的 因为我 相信我也明白 他只能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爱我 相信他有他的苦衷 对 我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到 是到很大了之后你才有办法 慢慢的去理解这件事 我觉得在小的时候是很困难 很困难很困难 很困难 但是也有可能一件事情就是说 如果我不这么想 我也很难走的下去啊 懂懂懂 懂 但是我我还是相信一件事情啊就是 没有没有父母不爱自己的小孩 我懂 但是也是有父母真的是 真的是 没有当你当你当你相信父母 不爱自己的小孩 然后你是那个小孩的时候 你的世界其实是崩坏的 我我我我跟你说 我其实看了很多的 我也 我很常看社会案件 然后那些社会案件都是 呃 爸爸妈妈 杀死自己的小孩的这种 我从来就不信天下没有不适的父母 嗯 我真的从来就不信 我觉得也是真的有很糟糕的父母 啊绝对有 对 但是我我想要说的一件事情是说 我过去真的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在去探讨我自己负面情绪的来源的时候 在这一路上 我真的试图的想要去找出那个爱的证明 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如果我没有试图的去找出那个爱的证明 我可能没有办法呼吸 所以我我我做了很多的 呃我尝试过很多的方法 就是 跟我爸爸 很激烈的对谈 跟我爸爸 很直白的对谈 他从来就不说爱我 嗯 我可以自己先告诉他说我爱你 嗯 但我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听到 他说他爱我这件事情 嗯 可是 我也曾经想过说如果要从他们的口中说出 我爱你这件事情其实很困难 所以我会去细细的去观察 你记不记得我2018年做的那一支母亲的影片 我那支影片其实很短 可是我 摁身身剪了五天 那你知道那个中间的那个过程的挣扎 就是 我到我把小孩我生了小孩以后 我可能还在找这一份证明 嗯 都是在这个很细微的相处之间 你才能够明白 其实 爱他一直都在 只是说 你 等一下 这一集真的太硬了 到底为什么要把自己搞成这样 哈哈哈哈 嗯 妈咪啊 哇这真的很困难耶 怎么办啦 都会一直不够 哈哈哈哈 我重新讲刚刚那个 刚刚那一段我一定会剪掉 没有我 可以留着吗 这可以留着吗 不要 我讲说 爱其实真的一直都在的 只是只是 你可能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 被很多的伤害 掩盖了 嗯 所以你选择去 记得那些伤害 不不代表 那些爱是不在的 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 因为我们疼痛 我之前就说过 我说其实疼痛 其实是在你上 一定是最鲜明的 所以你就会 忘了 爱其实是存在的 当 所有人对爱 这件事情的表现 都这么的 胆怯 或者是 吝啬的时候 你更感受不到爱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 对于表达爱这件事情 跟 你知道他是很吝啬的 不表示他不存在啊 嗯 他其实 其实可能他不会 没那个习惯 嗯 他觉得没必要 这是年代的问题 对 某个年代他就 无法用这样子的话语去表达 对 他是用做别的事情去表达 那他都很细微的 很细微的 然后 我觉得当时 他们也有很多的不得已 像我妈妈的那个不得已 跟我爸爸的那个不得已 就不一样吧 但我觉得这些不得已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没有办法理解啊 到到年纪大一点 才慢慢的 对 越来越理解 其实 就 就叫什么 这个人在江湖里面 其实都有各种各式各样的不得已 对 啊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 属于他自己的不得已 对 对 我们小时候会比较常 觉得说 这个国家社 这个国家 这个社会 这个家庭 这个爸妈 为什么 他们不能怎么样呢 慢慢的 其实我们 随着年纪的增长 看的事情多了 慢慢的可以体会稍微 会多一些他人的不可以 但这 其实就是 某个程度上他是一种同理嘛 我觉得可能也可以算是 但我们小时候都会觉得说 为什么没有人来同理我 嗯 对慢慢的你去同理 其他人的同时 其实你也同理了你自己 嗯 啊 大概是这样 很多时候我们 一直试着 自己一个人去解决 自己内心的很多 细小的问题 常常会解决不了 有时候真的跟 其他人聊一聊 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可是 你知道这是在录节目 哈哈哈 对对对 你知道在镜头前崩溃 我想这一集 怎么剪我都不知道啊 对啊 这集我来剪 哈哈哈 这样你就不会有问题了 哈哈哈 你这个贱人 我其实就 一刀未剪 然后就上了 这个贱货 嗯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 对 好 不知道可不可以对你 不用再截尾了吧 在挣扎的 你有一些帮助 但是 啊 还是要截一下 哦 你是截别人的尾 对对对 我以为你要截我的尾 那你截啊 我们要截你的尾 那你赶快讲多一点快点 对啊 不晓得对这个在 哎不是 现在不是讲电视机 现在是讲手机 前面的你 哈哈哈 因为大部分的 观众或是听众 或是对 还是手机 大部分都手机 手机前面的你 有一些帮助 对 欢迎你在底下留言 告诉我 你们的困扰 你现在在演哪一出啊 没有 哈哈哈 没有啊广播节目不是都要这样做吗 哦 对啊就是他的他有个结尾啊 哦 然后结尾就是要就是你知道 要要来这一套是不是 之类的 之类的 不行吗 我没有办法 我哈哈哈 你知道哦 我是特立独行的存在跟你不一样 哈哈哈 你快点啊 好啦大家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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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 水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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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